每一个不同的卡通人物都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 艺术家林庆芳每一个系列每一件作品 都是对成长的心结打开后重新赋予的创作 怀旧的媒介也唤起对于这块土地的根 作为创作者透过繁复的构图和色彩安排 试图把潜意识的经验透过视觉抽象浮现 创造一件新的视觉作品都会让林庆芳感到开心 也透过绘画来陶冶性情 就这个展览其实叫怡情嘛 怡情就是说我是用小时候的安阿飘这个元素 然后就是因为安阿飘它上面有很多的卡通人物 然后就是我会想到小时候在收集安阿飘的那种整个氛围吧 然后就是收集到很满洒出来这样子 对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去放到我的每个画面这样子 所以那每个画面都会有一些就是我想要 应该是我成长的一些影响我比较深的一些卡通人物 这些卡通人物我会想到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经验 所以说这个展览叫怡情就是有点像是我把过去的一些这些经验的感受欲望 然后我自己也像就是精神分析一样 就是分析者的角度去投射在这些画面上 卡通世界里让林青芳感受到角色个性的渲染 选择的每一位卡通人物都是生活中影响最深刻 息息相关的重要因子 透过极有赌博娱乐 戏虐于一生的安阿飘作为媒介 一笔一画单纯的画出成长的故事 美感印象与质朴的台式风情 十方新闻郭一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